在非尤其而是要引入一個模型 就是說為了我們接下來需要引入一個模型 因為他跟文化成跟Pancare的處理數學的方式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在 我再兩個就達到了 所以我這邊要先提一個問題 是在當時也有提出來的 而且也困擾了Boya 跟文化球星非常久 這兩個雖然所謂號稱做出來非有情合 但是據說 據一些數學史家的理解 所以Boya 在他的後半輩子 他還完全相信他自己是怎麼回事 據說他還是在找這個反例 就在找整個論證裡頭的螞蟻 螞蟻蟻蟻蟻比較穩定的 比較肯定的 螞蟻蟻蟻蟻他怎麼說呢 他有一個類似這樣看 就是說 什麼叫啟合嗎 你怎麼能夠覺得是有什麼啟合 他說我們能夠感知的只有運動 他說運動 這樣子 你把運動的這樣的線叫做指向 就是指向 不然指向 不然指向 不然你去不去想指向 跟我不重想起 對不對 你不去想運動 他是會不去想運動 我們只能夠把運動比你為直線這樣 或把直線比你為成一種 最自然的一種運動 就這樣 他就這樣說 好 然後他就說 當然他這個論證有一點 有點記憶 那他說那什麼叫運動嗎 那你能夠用什麼運動 你這運動不是都受到物理條件的干涉嗎 就是這樣 那你能夠說物理有矛盾嗎 那你怎麼會活在這時間 你不會有矛盾 那物理的力 種種的物理現象 可能給出不同的運動 可能給出不同的物理的條件 因此你也會有不同的運動 而且這些運動都是肯視線的 所以你由這些運動得到的幾何 如果你這個幾何可以比你為 那些運動的話 那也是肯視線的 可是就算學而言 確實真的會有一個問題 是肯視線的問題 就是說 你這樣 是一個consistent 有沒有盲鈍的理論嗎 不知道你會不會想到這種問題 我說我問這個問題你還會問 你會不會很快想到外出問題 你都可以問貝歐幾何 那你怎麼沒有問 歐基歷的幾何分是誰 我也有問這個問題 歐基歷的幾何分是誰 這同樣這個問題也可以改正 可能你覺得歐基歷的幾何分是誰 這個問題雖然說 貝歐基的幾何分是誰 那就是說 歐基歷他雖然畫出了一些 所謂歐基的決定了幾何分是誰 但是他一生 就是說歐基歷他不知道不確定 這是一個可視者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 會不會這裡頭最後弄出一個訪問出來 這樣再說 好 那講這個我們就有提到另外一個主要題 這個是 可愛 對不對 我穿到女朋友他們的一個 專業 他們是第一個把貝歐基的 你如果看過貝歐基的的話 貝歐基的有一個模型 圓盤模型 他們是第一個提出圓盤模型的 對 那提出圓盤模型之後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提一下 就是說 但是圓盤模型如果裡面接觸到的話 會覺得有點抽象空中 所以我不如講他們的那個圓盤模型的結論 有什麼好的core 他那個圓盤模型 我等一下會簡單的提一下 他有一個圓盤模型 用來模擬貝歐基的一個 除此之外一個好的結論 就是稍微不夠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他的問題他的結論是這樣 貝歐基的呢 是 可是是誰 若起微弱 歐基靈的結論是可思的 所以如果歐基靈的不會有貓盾的話 非有幾年同樣的會不會有貓盾 所以他會不會有貓盾 因爲要就是 同樣的貓盾 過來 所以跟他一樣好 我跟他一樣化 這樣子 好 這個表裝很可愛 這個模型呢 當然也就是修 好 那比較有關係的model 所以我們在當時都沒有發現 我們看到fangarian 還有一個 接下來我記得這個角 稍微提一下 fangarian model 是非常rub的規格 然後他的model 基本上是這樣 是 單位園的內部 單位園的內部模擬成 就是非有幾年的平面 那這裡頭的直線呢 結實成為圓 跟邊界垂直等別 是他的直線 所以非有幾年 剛剛你看那邊 是在 這個是D 這個這個看邊界 我會不會打到 他會不會打開 他會有 которое會打開 這兩個 可以看到 他會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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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 那一個 那上面的線呢 直線呢 貝歐吉利等的直線呢 就有一個射合 然後隨之 它的邊界 這樣來表現 那當然可以塞 有一個參考的類似 從那邊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這些資料 在這個batch的上面就去太過戲 太多的東西 就讓你知道有這回事 可是你要去知道說 你口的戲劇 那你可能還是要輕致去 去挖這個保障 知道 到底是什麼 好 那我就這邊 備用集的部分 我就暫時先進去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轉到 按照時間的順序 轉到雲南 所以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給大家聽說 就是它的 阿雄貝 就是它在貝平根大學 它讀到博士學位以後 為了要在貝平根大學 擔任不知心的講師 需要通過的一個資格考試 有人說是就職演講 什麼就職演講 然後就職演講 它實際上是資格考試 你們要有一個文明會 有資格大學資格的文明會 當時高師在場 然後去對著這個文明會 這些文明會 必然都是新學家 是一些這個 學校裡頭的學子 去組成的文明會 從各地的文明會 也有資格大學資格 也有資格大學資格 也有資格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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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瑞瑞在這裡頭就談到了資格的一些現況 那 那他對歐吉里德幾個提出一些批評 在座各位有沒有人認為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兩個puzzle 有沒有認為歐吉里德幾個還有什麼缺點 有沒有你自己想過有缺點 當然啦 我們可以這樣覺得啦 我不知道這個希臘哲學家會不會這樣認為 但是就我個人會以為 歐吉里的幾何還是模型在這個古世界 不是從我們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去感覺 我們去想像一個直線 我想的直線跟你想的是 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因為我們也有發出一條真正的直線出來 可是我們好像會有共同的語言 會有共同的同步 而且還要直線教你一點什麼 兩年決定的語氣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可是我們好像有個瘋瘋瘋瘋的覺得 我們在說某一種真語 這些東西背後也代表一種玩意 一種真語 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想 你如果這樣想的話 那也OK 我跟我想的一樣 我想的都是這樣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會不會覺得 或其他還有他的缺陷 會不會有 說實在 我感覺不是我自己的情感 有什麼缺陷 請問安史燦出來 之前就中間 或者他什麼有一條 剛剛講的平行公立 他沒有辦法正路 跑出一條 會有幾個出來 除了知道大家有什麼缺陷 我們剛剛講的什麼 提出來的方量 疊加原理 那還有什麼缺陷 Riemann就找到了 Riemann找到了 不能說是錯誤 但是是缺陷 是缺陷 而Riemann找到的這個缺陷 對他都發現 微分解非常重要 好不好 這個缺陷 我們等一下再講 但是我現在提個 跟物理比較有關 如果再錯了 也會不會問我 物理比較強 那Riemann他在那裡 塔雲在選 這個可以在維基上找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Riemann接下來的跟物理世界有關的論證 應該值得 不論說宣傳啦 但是至少有可能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事情 應該對我們給同學介紹幾個 或一些小學史上的一些資料 應該會有用 Riemann 很快的就否定了我們這個世界 幾乎否定 也沒有錯 我不能說他否定 因為他沒有用到否定這個詞 可是從他治理行間來講 他幾乎很快的就否定我們這個世界史 妳看妳看 這個比較實際 妳看妳看 在Riemann的心裡頭 似乎已經呈現了兩種的事情之外 我們在古代 當我們講到幾乎的時候 似乎我們所傳的幾乎 因為我們的現實世界是分不開的 你的幾乎就是妳能用妳的世界 當你講到describe這個語言 也就是講妳的幾乎之身 但是在Riemann的心裡頭 似乎 這個我後不是真的數月十分的 我們這個還要走很多語頭 理解去找 似乎這兩個事情已經不夠多了 也就是說你有一個宇宙 外在的物理世界 可是你還有一個所謂的數學 這個是純邏輯思維的事情 這樣子 兩個把它切割開來 好 所以當Riemann講到了這種的時候 他所談的是我的世界 好不好 我們即使把Riemann所談的物理世界拿過來的話 你能夠認為你用什麼論證 馬上就認為 這個物理世界不會可能是you can get 有沒有很快的論證 我告訴你 Riemann有問題 我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 要不要講 你心裡會有問題 如果郭亞瑜有沒有會這樣想 如果這件事情就那麼簡單的話 郭亞瑜如果聽到這個論證的話 我不知道他會做何想 他還會繼續再繼續想說他的東西會有毛論嗎 我懷疑不會的 但是這個簡單的論證 至少文先生就我所知 我沒有提到DN提取的這個論證 這個論證跟羅華全部提點一下 但是他可以提取以後 這個論證就執行於我們剛剛的DN 疊加性 排起來了 Riemann就批評了這個疊加性 Riemann說 你說把東西提起來再放過去 這樣可以證明 他說這樣是OK的 要按的一個條件 你提起來的時候 移動的時候 長度會改變 這區域有毛了 你提起來的時候 長度會改變 你再放下去 那當然不對啦 那當然就不能夠不對啦 你提起來的時候 必須所有的長度都保持不見 然後放在那個位置放下去 那這樣OK 那這樣我們證明 疊加的證明可以我靠 然後他就在 他就考慮我們的現實世界 他說我們的現實世界 你有什麼東西 你可以在搬運的過程當中 還保持長度不見 他認為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一定本是受到物理條件的支配 我們這個物理到處處都有力 有力長 有力長的話 你那個長度 你怎麼去那些長度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 你用鋼條 用鋼條更硬的什麼什麼 whatever 物理學校那個材料 你用那個最 事實上最先進的材料 他總是移動的 在不同的位置的時候 他受到的力是不一樣的 但是不一樣的話 你就不能夠說內在性質 他的長度 再會跟這個動物會保持不見 因為他在每一點受的力不一樣 他那個內在結構 受到一點點 哪怕是一點點 Epsilon Epsilon 幾十萬次方的壓縮 長度還是改變 而且這個改變是一個變數 還不是毫不均勻的事 所以他是這樣說 所以因為改變 對這個世界 不愧是有壓力 所以在這個時候長度改變 長度改變 你這個 SAS就不一定成立 SAS既然不成立 然後奧吉里德 這個奧吉里德是他定理的 那當然奧吉里德 本身就不一定成立 所以他馬上就 反駁了這個 這個New World 是奧吉里德的幾個 我認為 我看到那一段的時候 我非常興奮 個人非常辛苦的話 這個 怎麼這麼簡單的論證 至少不現實上 我們都沒有看到 好不好 你可以再分享一下 再思考一下 他這個就這樣 那他第二個 我要提出來跟大家 Share 就分享 是另外一個 我說 他找出了奧吉里德 還有一個過度的擴張 過度誇大的地方 就是這個概念 這個不太好 反正因為這個 這個英文 也不太容易理解是什麼 所以你就把它用 這是叫做等方的概念 可叫英明 這說起來很簡單 但是 我們就不會去想到這個事情 很當的 我們只會從一個 太粗略的角度去想 就 這個呢 中文翻譯 這個我規定翻譯得很好 這個就是翻譯成 無限長 可平生 這不太好 可以把它 然後這個是無邊接 無邊接 無邊接 Riman認為 歐吉里德 採用的這個 可是這個 過度的 過度的擴張 它 我們 我們能夠感知到的是這樣 我們能夠感知到的是 一個直線這樣下去 然後再來 我們可能會覺得 再深長 可是我們 怎麼能夠說 這個 是無限長的 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 你是延伸 往那個方向 往那個方向 最後不會再 都回來 他是這樣說 他說 我們人的有限性 我們人的有限性 與其 假設這個無限長 不如我們 比較確定的是 沒有邊界 他就說 如果有邊界的話 那邊界的外面是什麼 所以 我們 比較難確定的是 沒有邊界值的事情 就 你不能夠說 大量的地方有邊界 所以 所以這個是 你各有邊界的情況 但是是有限的 那這個是 我們熟識的 不限長的直線 是 不限長 但是 所以 Rieman認為 我們必須把這個 也包環境 看起來很簡單對不對 我就讓你知道 不要關鍵 但是你要想想 在三部空間裡頭 你就不太會認為 這個是成本 可是他就找出說 歐奇的幾何 既然是 是基於一個 五一世界的邏型 但是我們能夠感知到的 五一其實是局 我們沒有辦法 真正的說太多 我們會感知到沒有邊界 邊界 關於邊界外就是什麼 但是你卻不能夠太過的 把你的想法太過度的 你從你這個局部的 到整體之後 這個東西顯然被漏掉 這樣 所以這個必須要加強 這個是Rieman對於 Rieman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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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很關鍵的屏皮 對 一旦這個屏皮成立的話 那整個Rieman的屏皮很垮 如果我們把這個容納進來的話 那你不可能 歐青年級的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就沒有啦 那Rieman從這裡出發 當然大家都知道 產生了黎曼奇 那黎曼奇呢 是沒有被重視的 結果是被重視的神度 是 不是太 不如我們現在想像的 會很穏越 那即使到了20世紀初的時候 哥林坤 哥林坤學派的數學家 還有一句話 因為黎曼奇呢 你弄下去變成 你甚至不一定是背後期的 可能區域初初再改變 因為黎曼奇有一個非常廣 廣泛的情況 這個是很難接受 我們就隨便講一句 哥林坤大學20世紀初的時候 那邊的數學家說 我們怎麼能夠去感知 三度空間會有完全 你現在活在三度空間裡 你忘掉按什麼 你怎麼能夠感知 你活在的這個三度空間 這樣你的空間會有個彎的東西 除非 他說除非 我們這個三度空間 是在一個十度空間裡頭 就是這樣 你怎麼能夠感知到二度空間是完全的 因為你把二度空間放在三度裡頭 那二度在三度彎 那三度本身怎麼 你就活在三度裡頭 你怎麼能夠去 有任何直觀會說它會是彎的 除非他說除非是在十度空間裡 這是在二十世紀初 相對的 防疫相對的還沒有出來 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思維之下 一亂幾個思維 不開了 anyway 這個給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式 因為 好 那我在這裡是要彈的是這樣 我們變身心來給我出來 變身心來給我出來 變身心來給我出來 所以我不會給你答案 我不會出來 好在這裡呢 不管怎樣做 我沒有辦法真的喜談 這邊實在 呃 我自己是認為太深奧了 對我來也太深奧了 這樣子 那有些人會覺得 從這裡頭看不出什麼東西 但是我覺得 對我來講 每一句話我都其實 看不懂 然後要想很久 這樣子 好那不管怎樣 它這裡頭提出了一個 中心的講述是怎樣 只有你沒有 沒有講述 你要是學過一點 一萬起的微分起的 我懷了 欸 就知道 有度量概念在 風靈 沒有角度 就只有度量 這個是很關鍵 這個等一下我還要再回路 我懂 而且呢 不是這一個 我們這邊要談的 只有度量 第二個 相對不是太重要 相對這個 但是因為 事學史上的興趣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度量 不是只有二字型 就是 瑞曼用的度量 我們現在都以為 你說 亞學文跟幾人的話 寫成這樣 說這是 沒有錯啦 這當然是 但是 在宜曼元蘭的構想裡頭 沒有 它的度量不是這個意思 它的度量就是定次的 用現在的 數學來講 就是定次的manager 所以它的度量就是一個正經的 這樣 讓它保持這樣 所以換句話說 你如果定義不良的時間 你能夠給的不良的時間 合法 這個是 如果根據 你能夠給的不良的時間 是 然後他 他為什麼 跑到這裡來了 他是說 為了要寫單元 為了要計算計劃你 他不討論你 暫時不討論你 這樣的東西 暫時寫下這個東西 來舉一些例子 給大家看 這樣子 所以他舉了一些 場區域的 康森科技學的一些例子 但是我們這個要想 瑞曼不是用這個字型 所以跟畢式定義 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數學家在講的時候 會說 這是推廣的畢式定義 所以我在這裡 我感覺我怎麼樣 我無法從 我不能說這些數學家 的觀點是錯誤的 因為這數學家在讀數學家 比較多的這邊 但是 至少我是說 我從根據哈比哈雄那句 我看不出來 Rieman 和這個想法 跟畢式定義 有任何的一點點關係 沒有 完全沒有 Rieman 完全是從一個 我們可以去量東西的 這個假設出發 為了我們要量東西 你必須要有這個假設 因為你 沿著項量多出去一個倍數 你就必須把倍數拉出來 就這樣假設 其他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這個特刺式 只是他的一個特例 所以完全跟畢式定義 一點一點概念上的關係都沒有 或或或沒有 我看到的是這樣 但是也許 我跟錯誤的解釋百分之百正確 至少我看不到其他 NB-10D部分的學習 好 那這個杜梁 這樣子產生呢 時間的關係 我脆弱一件事情 我就說一下 沒有時間 因為我們不需要趕快 提到這個事情 我脆弱一件事情 如果沒有提到時間不夠 也許沒有其他時間也許 因為這個 這些都是相關性的 我這邊要提出一個 非杜梁性的幾何學習 projective geometry 然後最後杜梁幾何 跟這個projective geometry 所謂的非杜梁幾何 就產生了一個衝突 不知道你不會認為是衝突 我也認為是衝突 我以前不認為是衝突 我後來覺得數學討論越多之後 反而越來越覺得衝突越來越多 就杜梁幾何是一個幾何 非杜梁幾何也是一個幾何 所以到底幾何是甚麼 我們現在來說一下 現在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畫 我在那個 在那個 在藥上的稍微行 你能不能夠畫一個追切 現在給 比如說給 好 你覺得這樣不能選 我們只用一時incident relation 現在簡單的寫 什麼叫incident relation 這個我們簡單的寫 就是說 直線 把它寫成這樣 點跟點的交集是線 那線跟線的交集是 如果它們不從我們的話 然後點跟點的 可以連成線 為了一條線 我把這個交集是 簡單的寫這個 這個叫做相關性的關係 我們就光用這個相關性的關係 我們可以畫一個 畫一個 通過 真 可以畫出一個追線出來 也就是說你高中的時候 固定追線的時候 是用那些跟物量有關的 什麼 火焰的時候 用物量的交點 然後 核實 常數的這個關係 在這邊都沒有 就是 這個 用這樣的 incident relation 我們現在還要再寫 incident relation 再發展一下 這個ucident relation 可以產生一個 最怪的地方在這裡 至少對我來講 其實就數學史上的發洩 來講的意思 所以光核實在弄了很久 就光incident relation 光兩線交易點 可以 產生某種物量 不然你要怎麼產生物量 現在你想想看 沒有原規 沒有 我們不能用原規 只能夠用沒有刻度的紙齒 只能畫紙線 不能夠畫原規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怎麼 構造出不量 你怎麼去量東西 那個齒上面沒有刻度 那會怎麼樣 我們不能夠把它紙刻度的單位 不行 因為沒有刻度 所以你不能夠把它當成一個單位 所以你純粹的只能夠用 線跟線的焦點 點跟點的點線 你這樣怎麼製造出來 怎麼製造出一個單位出來 那個單位在哪 這樣在哪邊都可以用 你隨便畫一個單位 然後在這一點點 這一點那個單位好多 怎麼會這樣 或者是給你一個殘酷 你怎麼把它切成一半 怎樣 你用什麼方法來做 所以這個是 我最近 九王女局告訴我 有一點 有一點 煩雜欸 有一點煩雜 所以這個 不太好寫 有點好 因為時間差不多 我最後寫一個結論 但是 我決定九王女局可以 可以做到這一點 好不好 所以最後 不要談的是這樣 所以要談的是這個 關節 我把等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談到這個細節 所以我把這一個 把那個結論用一句話來寫 不是我寫的 是你 一定是他也寫的 在這個研究報告裡面 但是我只寫一句話 我沒辦法把這個答案寫 也許你已經知道答案了 可能我有一些已經知道答案了 但是對於你知道答案的 什麼答案 就是杜梁到底是 究竟是matric 是一個主體性的東西 還是不是 因為那這邊又沒周到輸一個杜梁出來 到底是杜梁是杜梁的根本 還是不是杜梁 還不一定要用杜梁 那杜梁的本質是什麼 這個是他要企圖要回答的 我當時理解這些事情是這樣 是從一個這樣的邏輯事故走下來 我不知道你知道答案 尤其是有人知道答案 可是我連著這樣的邏輯 事物性很重下來的時候 我發覺我找不到答案 除非我更聰明 要不然這裡頭 你要問我解釋 我不知道 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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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